中秋节一定要赏月 而且今年的中秋满月还是最名副其实 十年来最远的满月 今年中秋节的话 刚好是碰到所谓的满月 基本上的话 每年的中秋节的话 其实不一定会碰到满月 主要的原因是满月的话 有时候会落在农历的16号 有时候会在15号 原来每到15看到的满月 并不会是最远的正圆形 天文官解释 当太阳地球月亮成一直线 就可以看到望月 也就是俗称的满月 但其实它通常发生在农历13到17号 其中农历14号 出现正圆形望月的几率最高 占了47% 发生在农历15的几率 其实只有37% 以21世纪为例 在这100年以内 农历15的正圆望月 只会出现37次 今年的话 月亮的话算是比较接近近地点 大概离我们距离的话 大概有36万1000公里 相对之下的话 是会比历年几次满月 会是比较大的一次 今年中秋节的满月 恰好就是正圆形望月 是十年来最圆 八年来最大 这次没看到就要再等14年 2037年才能再看见 天文館预测 中秋节这一天的月亮 下午5点46分升起 满月出现在5点57分 只不过中秋廉价 受东北风影响 桃源以北 东半部及横川半岛 降雨几率高 雨量偏多 想看到月亮还得靠运气 另外菲律宾东方海面 热带饶动发展 城台几率增加 可能在下周三影响台湾天气 中央气象局正在密切观察中 谢谢我们曹宁蔡玉如